邵宇威20歲想生贏的棒球隊 收武康人生日禮物 難駕馭 未來影集2049與時代劇查經 兩劇女主角出席媒體查緒 邵宇威在2049飾演新手媽媽 肚中小孩被算出長大後會殺人 讓她頗掙扎 我自己本身算命當參考 我比較是算命當參考 那當然如果重要的事情 我基本上是不會去算命 如果我要生孩子的話 我也不會去算命 可能算命是 可以說生下來會有什麼好時程啊 如果是自然產就沒辦法嘛 如果是剖父的話 我覺得這個時程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去算的話 因為可能媽媽還是比較傳統 可能這個時程 如果是真的好的話也沒關係這樣 當然還是配合婦產科的 一生的時間比較重要 當下拍很久 我當下拍很久 但剪出來很短 我覺得很真情 對 真的是 但但但OK啊 表演很好 我上網看了很多 人家真的生產自然產的那些影片 然後就好像跟以前小時候看電視 完全是兩件事 他們是嘴巴憋氣 很用力很用力的把小孩子給 對 怎麼說 對 擠出來 這臉很麻麻 應該都知道了 對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已經一度快要覺得快不能傳不過氣了 我臉都紅了 就是因為你要很用力憋氣的 把那個肚子很用力很用力的 去把小孩給伸出來 雖然我沒有真的有小孩在生產 可是那個用力的感覺其實也滿不舒服的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自然產 因為我看我媽的身材 她吃了全餐 我覺得我應該跟我媽的體心很雷同 多可能是會選擇 最害怕的 然後結婚的時候想要自己的事 嗯 就順情自然 對 有不然咧 這很好啊 對 因為我20歲就想要有小孩 我小時候想太多 我小時候想要生一個棒球隊 想太多了 對 他有在幹自己的 十幾個 九個嗎 九個 一二 投手 對啊 我們不要算了 反正 籃球隊五個啊 好 那籃球隊就好 沒有 小時候想太多 現在可能桌球 哈哈哈哈 他很喜歡小孩嗎 他蠻喜歡的吧 他對他的子女非常好 他就是一個小孩 他很喜歡 裝小孩 裝小孩 對 然後跟小孩玩 前幾天過生日有兩國的慶祝嗎 就吃飯啊 他送了我一台相機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拍照 他送了我一台很難 很難攻破的相機 就是 對 因為我喜歡用傻瓜相機 他送了相機就必須要調焦距光圈什麼的 因為我要從傻瓜成長